我们来看这道题 考察的是数字转换 首先看D出现了16的平方 那肯定是很大的一个数 C我们可以口算出来 5,8,40加上2,42 B,BCD码 也就是用二进制表示的十进制数 它是每四位一组 当做一个十进制位 那我们每个四位把它转化成十进制就好了 十是29 A选项,二进制 这里出现的是2到5次方 大概是32 那肯定比29大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B选项 那这种题出的刁钻一点呢 比如说就是A和C这个状态 它们俩其实 如果你不把它转化出来的话 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完整的办法 第一种思路是统一成十进制 就是这个样子 把每一个数字 对应的十进制数给它算出来 第二种思路就是进行一下划分 把它们都用二进制表示出来 这种是针对BCD码 或者只有2的N次方进制这种情况 以这个题为例 第一个是二进制不用做处理 第二个BCD码 在出现进制的时候 是一定小于对应的二进制码的 这是因为四位一组的二进制 其实相当于16进制 而我们的十进制 在十那个位置就会发生进位 所以它是会偏小的 然后我们的八进制 处理成二进制 就是每三位一组 把对应的位上 那个十进制数 写成二进制的状态 十六进制就是四位一组 一组翻译一下十进制数 当然这里是十六 每个位上可以有十六种状态 所以会出现ABCD的这样的符号 我们对应转化就好 转化完了之后 笔大小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选择相应的策略 那么这道题将解结束